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15日 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一年一度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15日落幕 从去年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为习近平称帝铺路 到今年向美国跪低 调整保护外资 国进民退 对外宣传等政策 一年间的神转折令人唏嘘不已 然而 会议所宣示的法律 政策调整恐怕只是战术调整 也是为习近平与川普签订城下之盟铺设下台阶 以免中共和习近平要背负外国之名 只要中共未放弃一党专政 一人独裁的政治 中美冲突引爆的中国政经乱象仍陆续有来 苹果日报的文章评论 休谢一年来 中美贸易战并没有给中共带来史诗级的辉煌 反而激化中国内部政治 经济矛盾 问责习近平团队的呼声 传闻四起 为习近平造神的运动也踩下刹车 在美帝压力下 今年人大会议的立法和政府工作报告都走形变样了 外商投资法结束了八年的一而不决 终于提交大会表决 最受瞩目的条款当然是 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技术转让 这是回应美帝的要求 也是安抚外商的需要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审转折更是不胜枚举 其中 去年报告首次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 创建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 今年的报告都只字不提 尤其是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显然有劣根的思路 但没有劣根的权利 虽然李克强想极力挽救 被习近平去杠杆 国进民退 对美宣战引致岌岌岌可危的经济 也为中美签署贸易协议作出法律上 行政上的承诺 但是 中共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它必定是未公办 而且成就归于习核心 一旦经济断崖式下跌 它可能成为替罪羔羊 总理任期可能提前结束 美国发表2018人权国别报告 谴责中国侵害人权无人可比 中国随机公布2018年美国的人权记录 反击美国自诩人权卫士 实则人权记录劣迹斑斑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微博评论 美国的综合人权水平当然高于中国 引爆网络 无论胡锡进真心赞扬美国人权与否 网民们觉得他能说出第一句也不容易 这段话引发激烈的讨论 且微博予以保留一段时间实属不易 十年牛仔认为 这些年来中国人人权情况确实比过去要好 以前被警察抓到肯定要刑罪逼供 制造很多冤案 现在都全程录像了 暴力直发少了 冤案少了 走在路上有了安全感了 但后面就有许多反驳的贴 一位表示 现在是因为媒体控制比以前更严格了 负面的消息根本不让你看到 另一位说 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一切人权从何谈起 还有一位 读疫苗 没食堂 挨到一个 你都不会这么说 还有网友称 胡编 你这是高级黑 中央大员说 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 你竟然说 美国比咱高 是何居心 有正面肯定的 美国的人权水平高于中国 你倒总算是说了一句实话 明明如月写道 胡主编摸着良性说 近五年来 中国人权真的在进步吗 既然没办法说真话 就干脆避而不谈好了 还是谈谈国外波音飞机的问题 这样多安全 谈到中国人权 有网友评论 中国人权的好的原因是 不让越级信访 上边不知道 下边捂着不说 老百姓想说 被堵着嘴 这当然中国人权 巨大进步了 怪不得人一出事 就跑到美国大使馆 中国不让说啊 你见过美国人 跑中国大使馆的吗 习近平前任胡锦涛之子胡海锋 最近动作频频 日前传出 他可能前往多市的习近平故乡 陕西首府西安担任市委书记 两会期间 现任丽水市委书记胡海锋 还高调在京专程拜访两位红二代 南华早报报导称 胡海锋可能要去西安担任市委书记 成为陕西省委常委 果真如此 将是很稀少的七零后高官 北京时事评论员张立凡分析 中国当前对中美贸易战 国家经济下滑等 习面临内外压力 任命胡海锋 旨在安抚胡锦涛支持者 胡海锋这次利用开人大会议之机 拜访老前辈 有点稀巧 因为中共官员除了开会 私下的活动一般都很谨慎 毛泽东时代起 为防止官员私下串联 便以山头主义 拉帮结派等明目束缚 胡海锋拜访的一位是 中国红军挺进施政委 刘英之子 中纪委原副书记刘希荣 一位是肃裕之子 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肃荣生 利用出席全国人大 众目睽睽的机会拜访 而且媒体大张旗鼓的报道 以一位小小的县职市委书记 这样做未免太夸张 有分析认为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 这样做得到了习近平的默许 习近平这样做的原因 据一些观察人士分析 他要笼络胡家的势力 有分析认为 习目前的处境 仅仅依靠习家军 反而在党内遇险孤立 安抚平庸而不张扬 无多大政绩 平稳通顺 在高位盘缓20余年的胡锦涛 及其他后面的支持者 对平衡党内风险 就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胡海峰升迁 只是习近平的小动作 但在目前风险重重的背景下 是一个不小的信号 中国人大会议 以压倒性的同意票数 一致通过了外商投资法 这个火速通过的法案 是否能真正回应 外资企业提出的问题 进而带动中美贸易谈判的突破呢 外商投资法 预定2020年1月1日起实行 这次法案从第一次提出草案 到表决通过 仅历时三个月 其速度之快相当罕见 尽管法案内容尚未向外界公开 但是消贤士告诉法新社 法案中有新增加了一个条文 保护外资企业的商业机密 也针对从外资企业窃取商业机密 并泄露的人制定罚则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彭杰宁认为 这些改变是正向的 应对了美国企业的担忧 因为这项条文是在最后一刻加入的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安全地假设 它是贸易谈判的结果 不过 美国及中国经济学家 史宗翰表示 外商投资法 无法使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在中国公平竞争 因为不管最后通过的法案细节为何 中国一向喜欢透过更改政策细节来保障国内企业 许多次要的规定并没有纳入法律中 而是以规则的形式存在 香港旗管顾问公司的律师弗里曼也认为 虽然负面清单中有规定 但是在法案落实的现实层面上 行业别的专法 规范 地方行政机关的许可 都可能会在行政层面上阻碍企业进入市场 同时 外商投资法出炉后 外资依然介慎恐惧 担心法律还是会被任意解读 驻中国美国商会在声明中写道 他们非常乐见中国立法改善外商投资的环境 但是也对于欠缺企业持股人的意见与参与之下 执行如此重要与影响深远的法案表达忧虑 商会也说 这个法案十分笼统 有许多外国企业提出的担忧都没有涵盖其中 包括对外资企业施加不平等待遇的可能性 以及更高层次的检讨国安疑虑 这次中国表决通过外商投资法 时机与中美贸易谈判重叠 西方媒体多将中国此起 全市为习近平向川普释出善意 彭博社14日报道 德国外国情报机构代表向德国立法委员会称 关于德国5G网络的建设 华为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该调表称 过去曾出现过一些与华为有关的安全事件 德国外交部的另一位代表也表示 这首先是值得信赖与否的问题 华为与中国的秘密机构有联系 很难与这样的公司合作 本月早些时候 有之前是曾指出 德国情报官员一直在说服政府阻止 华为参与建设国内的5G基础设施 官员担心 华为会帮助中国窃取德国公司的机密 报道称 虽然对华为的全面禁令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 但德国政府官员正在研究具有相同效果的方案 德国政府将于下周开始拍卖5G牌照 针对华为5G计划 美国3月11日曾警告德国 如果持以5G电信基础设施中使用不受信任的供应商 可能限制双方的情报分享 之后 美军高级军官员表示 德国应该要在5G建设中排除华为 否则美军将停止与德国的通讯合作 对于美国的移赛警告 德国总理默克尔回应称 德国将为一个新的5G移动网络制定自己的安全标准 德国政府将与欧洲伙伴国 以及美国相应部门讨论其关系的问题 因此 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一直以来比较犹豫 内部也会出现一些分歧 到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成功游说 英 日 澳大利亚等盟国禁用华为5G设备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否会引发硬着陆的问题 一直备受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刚刚结束的 中国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承认 中国经济确实遇到了新的下行压力 会以激发市场活力来顶住 并以提高赤字率等政策空间作为应对 李克强在一年一度的记者会上指出 中国需要有力措施应对经济的下行压力 但过往曾经使用的量化宽松 超发货币 大规模提高市资率等大水漫灌的措施并不可取 因为这只可能收一时之效 但却带来后遗症 2008年金融海啸时 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 亦如其他国家推出量化宽松措施 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救市 被指示饮阵止渴 换取短暂经济复苏 李克强表示 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人民币 这是让利于民企和市民 这虽然会令政府要过紧日子 是割自己的肉 是刀刃向内壮士断碗之举 李克强又间接回应 外界质疑中国政府 把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至6.5%区间的合理性 他说 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至6.5% 以适度调整预期目标 本身就是近 他强调 中国有信心不会让经济运行划出合理区间 被视为是对市场发出稳定信号 全球关注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试试飞机的黑匣子15日起 由法国来全面分析并得出结论 为什么没有选择美国反而转投法国呢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前局长保罗特罗阿德克表示 埃塞俄比亚选择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 我认为这是因为该局在一领域有很好的口碑 尤其是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 有能力读取黑匣子里的数据 即使黑匣子受到损坏 对于如何解析黑匣子 他表示 第一步是要检查黑匣子的物理状态 有驾驶舱里声音和对话录音的是对话录音黑匣子 另外一个黑匣子记录着飞机的技术参数 比如速度 高度等 他们能够给出飞机的技术状态 但是 只靠这些是不够能知道事故原因的 还需要有其他的信息 有的来自航空公司 如维修的记录 飞行员的培训情况 我们也使用航空雷达记录的信息 是通过所有的这些信息才能进行调查 最终知道引发事故的原因 据说 埃塞俄比亚首先找到的欧洲国家是德国 在被德国以设备太新无法破译的理由 拒绝了这个烫手的山芋后 埃国又将黑匣子数据分析转到法国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